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瑟尼表示 全球粮食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已经阻止基辅的黑海港口谷物出口 导致粮食普遍短缺和价格飙升 现在乌克兰找到了替代路线 出口粮食 乌克兰是世界第四大粮食出口国 该国表示 在乌克兰控制的领土上 储存了大约3000万吨粮食 并试图通过公路河流和铁路出口 瑟尼表示 乌克兰正在与波罗的海国家进行谈判 以增加第三条粮食出口走廊 但他没有详细说明 将通过这些路线运送多少穀物 俄罗斯官方近日平民表示 将允许乌克兰粮食通过俄军封锁的海岸线出口海外 但就黑海护航问题 各方仍存在分歧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严峰林明迪综合报道